西方史学史 德国人文主义史学到寺庙中收集古代的超本定证错误 研究古代的语言和文法 翻译和出版古典著作 如塞尔提斯 1500年再版塔西多的日尔曼尼亚字 卢西林与1506年出版西伯来文初集 从15世纪中期开始 德国一些城市陆续建立大学 并成为古典研究的中心 这一点与意大利颇为相似 一些人文主义史学家相继登台亮相 雅各布王菲林与1505年出版德国史章 虽然缺乏考证 但又原始史料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 特里提米阿斯著作甚多 包括希尔骚和斯柴 改姆编年史教会作家和君主传记 以及诸多的公爵史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